大家好,我是GadgetChinese的蛇先生 我們今天找到HTC EVO 3D 這部手機會有兩個500萬像素的3D鏡頭 雙鏡頭,另外亦有雙的LED燈 如果你在拍2D相片,它就有500萬像素 但如果你拍3D相片,它就只要提供200萬像素 如果你拍影片的時候,其實它都會提供720D 不論是2D或3D 它跟LG Optimus 3D比較不同 就是它有一個實體的2D、3D外套 你可以拍,就可以由2D變3D 可以拍照的部門 上面可以看到,它有一個3.5mm的耳機紅 左邊亦有一個面USB,另外亦支援MHL、HDMI 機體有一個細胸,雙咪 另外,我們看到另一邊有音量鍵 還有相機鍵,很便宜 Hardware來講,它跟HTC Sensation一樣 都是採用Codcom,雙核心1.2GB 另外,也是4.3處的QHD平板 也是15比9,所以你看到它壓下去不會太大 感覺上不會像就是CS2 另外,下面會有4粒觸控式按鍵 因為速度來說,它會很快 配合HTC Sensation 3.0的代表 如果我們拍照相機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它在3D的情況下,它會提供2個格式的影片 分別就是MPO和JBS的拍攝 你可以看到它會用2個鏡頭 譬如你看到我三個陰影 你就會看到它是用雙鏡頭的拍攝器 同樣,如果你轉了拍片的話,它都會一樣 都是雙鏡頭的 但是,我發現它跟其他3D的手機一樣 它的屏幕,如果你看的時候 因為它是螺絲的 所以,其實會有少少雲的情況 就不會像我們平時看3D的電影一樣那麼清晰 手錦來說,這部機是很結實的 另外,背蓋,因為它採用了一個斜面的設計 所以摸下去其實是很舒服的 另外,不會是一種沒有膠的感覺 如果我們打開機蓋 我們可以看到鏡頭 另外,有一個SIM卡位 SIM卡位上面就是一個MARCO SD的插槽 你們認為左手邊就是電池